大家好,這裡是Moji 今天要回來玩RO仙境傳說 這次終於開了20週年慶相關活動 期盼已久的活動終於開始 維修的時間也夠久 先來到官方頁面 因為有好幾樣都是網站上的活動 那依依來帶大家看一下有什麼 首先最左邊的先進傳說大放送 低調快一下我的 滑鼠有沒有擷取到啊 有的 這邊主要是擴充角色格子 將右下角三格變成永久開放 想想之前開放給大家創腳的時候 我為了怕格子不見 我還特地把絕對不會刪除的角色移到右下角 突然決定的動作 監視多此一擊 走開放就好了嗎 那下面呢 是卡普的倉庫擴充服務 那 11月1號 維護後傳會開放 目前呢 是盡情期待 再來回到主畫面 來到時尚穿搭表演台 這個是呢 服裝創作大賽 可以自行設計 頭上 頭中 頭下 披肩服飾系列的投稿喔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來仔細觀看 投稿的注意事項 那我這邊就是 帶大家看過一下下就好了 來到 週年 樂園錄場去 這邊有下一個小選項 我們一一來看一下 它是什麼內容 首先是週年樂園禮物箱 點進來後呢 它是要先登錄 RO遊戲帳號 在下方的框框內 留下給RO的祝福留言後 確認 就可以領取下方的充登寶箱 每一個帳號呢 都可以得到一組活動獎勵喔 如果留言確認送出後呢 這個地方 就可以點選領取 因為我已經領取了 那先回到遊戲畫面 按下領取後呢 馬上就可以收到新郵件 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領取前先看一下 齁 這些道具呢 是無法將一級存倉的喔 是屬於這次的活動道具 所以最好是想給列上去的那隻角色領取啦 不然領取後呢 給不想列的角色 那就比較麻煩喔 接下來是週年樂園點點名 那這邊的話呢 登錄遊戲帳號 買一個小時 再回到這頁 登錄賬號後呢 就可以拉到下方 玩這個轉轉盤 那因為我還沒有買一個小時啦 所以就無法轉給大家看 完成累積呢 這個天數 達到3天 5天 10天 15天 即可領取對應的獎勵 滿20天呢 可以參加人氣王活動 對應獎勵呢 在更下面 包含有年糕 罐頭 超年 日記10天呢 就有服飾20周年紀念同事 閃亮亮玻璃一枚 15天 為高級經驗值 爭背書 那等最後20天 簽到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到 第三個 週年樂園人氣王 記得要簽滿20天喔 來登錄賬號後 下面這邊呢 輸入自己喜歡的魔物 NPC 技能名稱送出後 就可以得到參加獎 不是20周年紀念之一 還是非常閃亮亮的 那後面這三項呢 是另外 可以額外抽獎的獎項 我希望 真希望我可以抽到啊 哈哈 說完網頁上的活動呢 當然就要來看遊戲內的活動啦 下面有兩個還未開放 所以就直接來到多重設施 還翻天 這邊就是活動期間呢 會開放的經驗加倍 即吊寶加倍 這邊都是以三天為單位 大家可以進行來看一下時間 我這邊就不一一贅述啦 這下面呢 為指定地圖中 文物數量加倍 看起來好像都是試轉地圖 那我也不會去這些地方啦 我就看看就好囉 那直接來到先進編連石 找到NPC回憶精靈賽芬妮 可以選擇依序接取任務劇情 或者是隨機接取任務劇情 依序接取和隨機接取啊 解完後呢 都可以得到回憶蠟燭兩個和活動buff 不同的地方就是呢 只有依序接取呢 會有一次的抽獎機會 而且全部解完後呢 可以得到 不是20週年慶 20週年慶生氣球 每天解的話呢 需要解到25天才可以得到 那官方這邊呢 都有詳細的任務清單啦 大家可以自行先來觀看 這邊還有 氣球的外觀 是這個樣子的 很像 三隻毛毛蟲嗎 蛮奇特的 那其實呢 我第一眼啊 看到那個回憶蠟燭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紅白湯圓 只是一看才發現 原來是蠟燭啊 是不是肚子餓了呢 好啦 那回憶蠟燭呢 可以到斐陽 坐標164 33 找慶典服務人員 兌換道具 我也不知道要換什麼 到時候再看看 這邊又帶大家稍微看過這樣子 最後50個可以得到 慶生派對氣球 那等於就是說 如果我不解這個任務 也可以用50個來換 但我覺得很不划算耶 還是換別的東西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剛才說的抽獎呢 抽獎的獎勵呢 是在這邊 它是隨機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啦 那這邊看完之後呢 那這邊就實際 帶大家接一下任務吧 OK來到那個NPC 這裡咯 是在中央水池的 在約這個位置 上放一點點 那就直接跟它來接任務 好 那它這邊呢 你可以選擇依序進行 或隨機進行 當然我們要先 從依序進行來開始 那依序進行呢 我們剛才有看到 是非常簡單的擊殺任務 就是擊殺玻璃30隻 風吐30隻 以及玉綿蟲30隻 是非常簡單的任務喔 那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世界地圖 看一下魔物在哪裡 其實都在附近啊 玻璃的話呢 就在普隆德拉原野 就是 我們中央往下走 那個傳點 對面蟲呢 只是在 呃 東門 就是 呃 往右走的那個傳點 那風吐呢 就是在上方啦 那 接下來呢 我就是 去來打一下 這三個魔物吧 好的 那現在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啊 如果你的等級不是很高 就會遇到 呃 這些 這些那個 叫什麼 活動專屬的魔物 那這些小隻的呢 呃 他的 能力並沒有那麼強 剛才有沒有看到 一瞬間 那個超大隻的部分 我們要趕快閃開 因為越大隻 越強 那在打的過程中呢 真的要小心 因為他這次的活動的魔物 都是在那個附近 所以真的比較危險一點 那你們這些是 這些是 做什麼的 還可以直接傳到 欸 欸 這 欸 好可怕 他這個是有圖檔的問題嗎 他怎麼突然跳出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字呢 好可怕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這個不行不行不行 先閃先閃先閃 好 那我接下來呢 就是繼續努力來打這些 小小魔物吧 好的 各位我快打完了 之後呢 呃 我剛才逛了一下 呃 周邊的地圖嘛 發現藍門 他是沒有活動怪物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打呢 還是在藍門這張地圖打比較好 他其實三種 呃 魔物都有 只是數量上 呃 玻璃會是最多 那 建議大家來這邊打就好了 不然我剛才啊 我真的差點死俏俏呢 因為越大隻真的是越強 超級可怕的啊 OK 回來了 那我來 呃 呃 按下去他就直接給我抽獎了 是不是 欸 真的欸 按下去他直接給我 BUFF 以及 魂一蠟燭 以及抽獎的 小 小血獸冰茶 那我來抽一下 呃 主教的 是考野竹三個 好 那這個呢 任務呢 今天就結束了 就是要等明天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來去 要去南門去接另外一個活動 赤圓裂縫的 任務吧 這個任務呢 呃 我最有興趣的是 呃 寵物硬幣 那官方並沒有詳細 呃 兌換道具的清單啦 那我去找NPC看看 至少可以讓我期待一下吧 那這邊呢 我就實際來接任務看看 呃 直接來到 中央南門外語巴勒門 得接任務 你怎麼讓我變得黑暗了 這個搞得很像 那個 小說遊戲 那叫什麼 ACG遊戲嗎 好 那我們就是大概 呃 大致看一下 其實我之前一直想說 欸 霸勒門得到底是 活的還是死的 因為他不是已經是 呃 對我們玩家這個時間線來說 他已經是一兩百年前的古人了嘛 那我們現在一看到他 那就是說 他是一個 赤圓裂縫的一個旅行者 所以說 他是 等於說 他之前旅行 來到我們這個時間線 跟玩家 嗯 有碰面這樣子嗎 因為其實有 其實那一段故事 我都覺得好 好複雜 搞不太清楚 可是我覺得 那個 RO的故事 就是很有趣 哦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看他們 呃 講這個 呃 事件 為什麼會有一些 呃 我 我剛剛前面是不是應該要 黏的 哈哈 我就直接按快速跳過了 哦 我現在才發現 這個女生 他的力會 他的那個 腳 跟頭髮是黏在一塊的 好 那我們這邊又快速快速快速跳過 欸欸欸 又沒了 從現在 而且 而且 而且力會 他會慢慢的浮現 之前 不會的啊 現在 現在 你們都做了這麼精緻 所以我們跟他對話完之後呢 就可以到右側 依序來接取 呃 他們的任務 呃 呃 我們就直接收下 作戰命令 透過指揮 所附近的次元傳送 傳送點 呃 要支援的地鐵移動 呃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點這個 就傳送到剛才我去的那些 呃 有魔物的地方對不對 呃 可是我還沒有要去啊 呃 呃 透過指揮說的現況表 我們可以完成之前的任務比較好 所以我們要去哪一個 我看一下 呃 所以我們要去打赤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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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是要去那種 區域狀況比較 比較不太危險的地方去 呃 支援吧 呃 我 我猜啦 好沒關係我們先接第三個 喔 他說要把之前的任務接完才能跟他接取任務 那我這個的話是要擊殺鬼術瓦石之 好 OKOK 那底下呢 我就直接去這個嘛 可是他已經靈靜進化了耶 所以說危險度微小 我可以去那個危險度微小的地方嗎 好 那我底下呢 就去看看好了 OK 我們又回到了中央北門的地方 那因為我這兩隻接的任務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赤遠影院魔女 那我這隻接的是鬼術瓦 那其實因為這張地圖呢 他的危險性比較小啦 所以我來到這邊 那剛才我是傳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那個什麼山脈 我底下點給大家看一下 他會有一個奇怪的視窗跑出來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那個 圖長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但是不會斷線 那只是那個視窗 我只要一飛走他就會跑出來 到時候我再回報給官方看看 好的 那我這邊就是盡量把這裡的 魔物呢就是把他 我找到快隻手了 我應該打贏 OKOK 這個就結束 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他這邊的魔物難度極小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打贏他 接下來就是把剩下的魔物呢 好喔 好喔 哦 我們捐贈的話是 呃 有捐贈 平贈 咦 都 接不一樣嗎 我看一下 哦 每個人接的不一樣 我主教接的是10個露 也是交給防衛軍據點的廚師 因為反正這邊可以看說哪裡比較不危險 我們就可以去那邊 那剛才我是這一個啦 上面這一個叫妙什麼的地方 他就是有一點問題 好 沒關係 先不理他 那我去解一下愛子的任務吧 好的 只要用那個現況表呢 就可以直接傳來這裡 我們就可以直接找到那個廚師 就直接把材料給他就可以囉 我們就可以得到那個寵物硬幣 及侵略防禦憑證 這只會是傳到藍門嘛 喔 這麼方便啦 那還不錯呢 好 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回報下一個任務 我看一下齁 我想知道我的功勳分數 功勳分數是五分 好 我要報告入戰結果 所以我們就是等於說還要回來報告結果 他會另外再給我五個硬幣 那就沒有了 應該就沒有了吧 那這個副本的話呢 可能沒有辦法 我可能沒辦法去解 因為我聽那個別人說 好像需要團隊合作 才有辦法比較順利的完成 所以我到時候室底下再去先打打看啦 因為我發現要進去以後 直接躺地板給大家看 這樣就不好囉 那我想要找一下那個 寵物硬幣的部分 喔 這裡的話就是用那個平鎮 我們來兌換一些 呃 道具 好 那帶大家看一下就好 那我現在就是要找那個寵物的啦 需要恢復 喔 還不錯 所以我還可以加一加 還可以補蟹嗎 傷患 好 那我等我一下好了 我去找一下那個兌換寵物硬幣的NPC 到底在哪裡呢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我進去副本打的部分 那因為那個王太危險了 所以我就是盡量避開他 好 那因為有兩個任務 需要進入副本來打 所以我就決定說呢 就去打小怪就好 直接出來 有時候你就會可以決定 0 2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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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点点栏目 那就掰掰